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接过了 很快 好 那么星期二的早晨 昨天天气不好 昨天在路上也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待会会跟大家来说说 有关这个道路死亡方面的这个新闻 很不幸 真的是很不幸 好 那么 一大早星期二的早晨 我们有什么特别要跟大家 来说一说的吗 豆容 有没有 今天新闻挺多的 好像没什么寒暄的 好 直接告诉大家 那么在接着下来的 两个多小时的节目里面 会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新闻 我们来看看 4月2号 我爱纽西兰 在纽西兰方面的一天之内 9人道路意外上升 这是自2003年 单日死亡人数之最 再来说说这次总理的这个 仿中的情况 那么在中国方面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促使 新西兰方面为中国企业提供一个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奥克兰码头呢搬迁呢 方面的这个争计是非常的多 那么政府的决定呢 即将要出炉的 对 另外呢 就是在昨天啊 获得了这个多党的支持 Winston Peters宣布 《枪械改革法》将在4月12号正式生效 最低工资的最大幅度的增长 可是专家却认为呢 收入实质的增加幅度呢 是相当的有限 对 在上次大选之前 我们听说了一个新的党 叫做机遇党 那么在昨天呢 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原因 那么机遇党的创办人Grace Morgan 他就正式的脱离了该党 QWebill至今呢 500万元的专家顾问花费 Judith Collins呢 是提出了质疑 还有在国际方面 我们首先会关注到 昨天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 而这个令和两字呢 是来自于日本的古世纪 印度成功的一次将29颗的卫星呢 是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宗教方面呢 批评与新建围墙有关 那么说阻拦这个难民的行为 那么另外呢 还会带给大家的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的著名喜剧演员呢 以及现任的总统呢 预料会闯这个总统选举的 第二轮的投票 好那么 一连串流行去国际方面的新闻呢 都会在接着下来的两个小时呢 28分钟左右呢 一一的带给大家 不过首先呢 咱们来看看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 包括今天在内的未来 十天的奥克兰的整体天气 大致上还算是不错啊 那么今天呢 以及明天呢 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啊 今天明天还有星期五这三天呢 预计都会下阵雨的 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呢 是在21度最低13 明天的最高温呢 只不过是19度最低12度啊 大家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那么呃 星期四呢 大致上是天晴 最高温21度最低11 那么到了星期五呢 同样的最高以及最低温 不过呢 可能会出现阵雨 接着下来 星期六星期天 以及下周一二三呢 这五天呢 大致上呢 天气方面都算是相当的不错 最高温度呢 都是介乎在20到22度之间 那么最低温呢 呃 包括了这个周末 星期六星期天的最低温呢 是降到了10度啊 10度 那么呃 是 到了星期三呢 是13度 所以说 介乎在10到13度之间 目前根据气象局的预测 下个星期四 4月11号 那么应该是一个雨天 那么最高温呢 21度最低14度 OK 所以说整体上 天气还算是蛮平稳的啊 未来几天在奥克兰方面 那么接着下来呢 那我们马上把第一则的新闻 带给大家 昨天啊 这个在路上呢 真的是 尤其是发生在南岛啊 南岛分 南岛 北岛也是 北岛北岛是在TOPPO 南岛是在Ashburton 那么呃 总共呢 单日一天 一天当中呢 就有9名人士呢 是很不幸的 在道路交通意外事故之中呢 上升 是 我们首先来看看呢 而且呢 这个单日的9人呢 上升呢 这个严格来说呢 是在过去的15年以来的 最严重的啊 人数最多的 单日的这个死亡人数 对这个要算的话 就是从2003年3月29号以来的 单天当中啊 一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了 居然有9位 呃 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驾驶者 或者是这个 坐在车上的人 不幸这个出现了意外 那么 虽然说在警方和目击者 都没有说到是和天气 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我们也知道 昨天的大雨啊 而且不停的下 的确是给很多人的出行 带来了延误 那么应该也是有一定的 这个原因在里面的 是 那么目前所知道呢 我并没有说这分 一共是分别是三中 三中交通意外事故啊 其实最早的那一中呢 就是一辆车呢 是撞入了河中 掉到纯粒了 是在昨天的凌晨1点钟左右 可是到了昨天的下午的时候呢 该名驾驶者呢 被送入医院呢 最终呢是伤重不治的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早上差不多7点半的时候 在昨天早上7点半 首先呢 非常的恐怖 在这个陶波湖附近 就是发生了这种交通意外事故 没有涉及另外一辆车辆 是这辆车辆的自己呢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啊 是撞上一棵大树 导致呢车内呢是五人死亡 五人死亡啊 都是一家人 是的 那么唯一的幸存者呢 是一位十几岁的少年 那么目前呢 他正在外卡托地区的医院当中 和死神进行搏斗 因为他当时也是这个伤势情况 还蛮严重的 嗯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差不多接近 就是中午的时候呢 又有两辆车呢 在这个南岛的 Ash Burton呢是迎头相撞的啊 那么导致呢三人死亡啊 另外还有一名呢 是严重受伤的啊 嗯 嗯 总之都是 都是非常的悲悲惨的 而且呢 大家如果看过 看到现在我给大家看到这个 通过视频的话呢 你看有辆车呢 甚至是撞成两截啊 撞成两截 那么目前呢 我所看到的新闻就是说 其中有一中的交通意外事故呢 甚至呢 车上的这个乘客呢 并没有绑上安全带 哦 没有集安全带啊 对 这这这非 那OK 我们再把一些数据 跟大家来说说吧 我们来看看啊 道路死亡人数 从2009年当中来看 最糟糕的一天是 03年的3月29号 当天是有11个人 在这个一日当中 因为车祸而不幸丧生 嗯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分别在2000年 2003年以及2005年呢 都曾经发生过单日的 这个9人的这个死亡人数 那么到今年 今年呢 这个2019年 从开始到现在为止 单单在今年的短短的 这个三个多月啊 三个多月啊 对对对 三个多月呢 我们就看到呢 已经是道路意外死亡人数呢 达到了101人了 嗯是的 这个数字真的也是非常可怕 那2018年的全年呢 是在道路当中 有379人死亡 这个也是09年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了 去年 好 呃 数字呢 不是在这边拼比数字啊 这个 这个 只不过有时候让我们想起呢 就是说 呃 这个国家再怎么投入 更多的资源 再怎么去教育民众们 提高他们的架势 以及安全的意识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这个每一年的这个 这个道路意外死亡人数呢 没有实质性的 真正的 往下 好转的 呃 往下滑的这个趋势 去年非常的恐怖 300多人啊 一年当中379人 一年365天 每天有超过一人呢 是在道路意外死亡人数 是道路意外死亡的 那么到底要怎么做 要怎么去投入啊 才能够使到大家呢 能够呢就是更加 小心安全的驾驶呢 是的 政府在这个道路的改革方面 一些呃 做更好的措施是一方面 另外降速啊 什么也是他们能想到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在播报冰冷的数字后面 每一个都是一条生命 而这个生命联系的是一家人 所以希望大家 还是从自己来做起 就是能够在路上 一定要集中精力的开车 因为你所涉及到的 不仅是你自己的性命 还是周围的 其他人的这种关怀 是 那么至少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这三宗的道路意外事故呢 并没有说是 有没有涉及游客 在之前我们都知道 在南岛呢 有另外一宗呢 交通意外事故呢 也是非常的惨烈 三人死亡 那是涉及了 这个游客自驾游 而且呢 据报啊 一名中国的游客呢 已经是 来自于中国的游客呢 也是被控呢 疏忽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 我就想真的是问问 正在收看或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其实纽西兰的道路 真的是不是很糟糕 我们看到呢 现在的汽车 其实在安全的这个设备方面 应该是越来越好 对不对 什么安全气囊啊 等各方面的 应该是还有什么 什么刹车系统啊 还有一些呢 提示的那些 比较先进的汽车呢 甚至呢 它有这种自动的 这种调整的系统啊等等 这方面我不太了解 不过我知道呢 这个安全的这个级别呢 是在不断的提升 可是我们看到呢 这个道路死亡人数呢 却没有因为汽车的这个设备的 不断的这个改良而下降 那就肯定不是汽车的问题了 应该是人的问题吧 如果不是人的问题的话呢 那就是道路方面的问题了 我们也知道 在去年 其实呢 中央政府已经是宣布了 要不知道花多少个亿 十一个亿 要提升全国的这些道路安全的 这方面 是不是纽西兰的道路 真的是非常的糟糕 我平时 也时不时的有驾车 长途的 四五个小时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整体上我感觉上 纽西兰的道路还可以的 还是还算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按照这个 这个正常的这个速度来行驶 我并不觉得是十分的风险 十分的危险 那么到底原因是什么呢 是人啊 如果是人的话 是不是通过教育 还是是不是我们在纽西兰 有很多的驾驶者 其实呢 根本上不具备这个 真正的 就是说在路上驾驶的 那么一个资格呢 我记得咱们有一次做节目说 警方说了 其实什么样的规则 这开车的人都是知道的 只是他们始终认为 那个出事情的人 不会是自己 就怀着这样的一种心理 还是人的问题 最终 还是人的问题 OK 好 那么无论如何告诉大家 小心驾驶 小心驾驶 给点耐心 千万不要冲动了 有些路段是 如果是拐弯 或者是你真的是前方 你看的不清楚的话 那千万不要 take a chance 这个是真的是 这个代价非常的非常的惨重 好接着下来 我们来跟大家来说说 我们的总理 Jocinda Arden 在中国之行吧 首先 在昨天呢 就中午的时候 就看到的 纽西产方面的媒体 就报道了 首先呢就是Jocinda Arden 他是在星期天的晚上呢 在中国当地时间呢 是抵达了北京 然后呢 很快的 就是在隔天呢 就是他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为 纽西兰驻中国北京的 这个大使馆开幕 是的 我们知道这个 新西兰驻北京的大使馆 它其实是在2014年 也就是说 时任Jocinda Arden 做总理的时候 所新建的一个 改建的一个项目 那么整个耗资达到了 这个5000万 那么昨天也是他的 这样的一个 接管开幕的仪式 在仪式上呢 我们的总理也是 做了这个演讲 其中多次提到了 基督城清真寺的这个 屠杀事件 他说在新西兰的境内 此前从来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这种暴力 但是这些 不会改变我们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国家呢 我们是一个多民族 多种族和多信仰 以及不同的教义的 这些都是不会变的 是Jocinda Arden 那基本上 在这个开幕致辞的时候呢 是不断的反复重生 就是说 经过这件事情 更加的能够凸显 就是纽西兰民众们 在这个对价值观方面的 共识团结以及坚持 我们有一套呢 我们都承认 我们都愿意去遵照的一套价值观 那就是开放包容 而且我们也欢迎外来者 他表示说 我们也欢迎 其他不同的这些族裔 来到纽西兰 这方面 纽西兰是完全是应该是 接受这种多元文化的 这种社会的构成的 是因为我们是开放和包容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他也感谢了大约 那么目前在这个北京 新西兰的大使馆80多名的工作人员 他说这个建筑的好坏呢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地方好坏 其实并不是仅仅取决于外面 而更主要的是取决于 在里面工作的人的这个成绩如何 那么另外呢 他也说到了就是说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纽西兰民众是到中国去了 各种各样的原因 做生意的或者是旅游的 同时来自于中国的游客 以及学生的人数呢 也在稳步的增长之中 很快的可能在2024年呢 来自于中国的游客呢 就会超越澳洲来的游客到纽西兰 那么他认为呢 就是说这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交往呢 确实是能够促进呢 纽西兰以及中国之间两国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经贸啊 经济发展等等方面的一些联系的 那目前呢是有八个不同的机构 在这个新西兰驻中国的大使馆当中工作 那么除了移民和旅游部门 是在大院以外不远的地方有自己的办公室 其他基本上像大使住的呀 其他的都是在这个新馆当中 是 我们的这个纽西兰驻中国的这个大使 他的名字叫做Claire Ferney Claire Ferney 我还不曾听过他的名字啊 嗯 一位女士 她是纽西兰驻中国的大使 OK 不过我觉得这个花费5000万也蛮吓人的 因为我看以前的那个楼 真的是很很中式的那种 就三四层的那种平楼 和现在这个建筑有 他们说有很多的毛利特色嘛 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中有一个一个空间是完全是展示了毛利的那些雕塑啊 等各方面的这些 契具啊 是有一个类似小小国物馆这样的 不过现在这个这个 这个纽西兰驻中国大使 大使馆的这个外观 看起来呢也是真的是蛮新颖的 对 估计呢是把过去这个旧的完全是拆卸了 以前是个黄色的普通的正方形的楼 现在是完全不一样 OK 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7点46分 我们进一段商家好介绍 待会回来呢会跟大家分享呢 我们的总理就是辛达尔登 分别于这个中国总理李克强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面 有关会面的详细呢 稍后带给大家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50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 豆融以及安德鲁继续跟大家分享 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那么我们看看呢 昨天呢我们的总理这个 这个辛达尔登到了中国 除了刚才跟大家说到了 为这个纽西兰驻中国北京的这个大使馆 开幕之外呢 那么更重头戏呢 是在就是会晤 分别会晤这个中国总理 这个李克强以及呢 中国国家主席呢 习近平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呢 是在开幕完了之后呢 基本上呢 就是总理扎辛达尔登呢 就到了这个人民大会堂 那么是正式的接受 这个来自于李克强的 这个在人民大会堂的 这个欢迎仪式 是的 我们看看在这次会面当中 他们说了些什么 那么在中国方面呢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强调到 说希望呼吁新西兰能够 为这个商界的投资提供一个公平透明 还有这个便利的环境 那我们知道这个 加三达尔登 其实一共是第四次到中国了 但是他做了总理之后 这是首次的一个访华 那么两个人主要是谈到了这个 刚才说商业方面的 还有呢 就是新西兰的政府通讯安全局 在去年11月 因为重大网络安全风险为由 那么禁止了电讯公司 在建设5G的时候 用华为的设备 很多人都说 这是一个导致两国的这个 关系紧张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在上个月的时候 我们的总理也表示说 华为能否与这个5G建设合作 并没有说最后的决定 并不是说完全被禁止的 嗯 那么总理Josina Arden呢 跟李克强呢 是进行了一个午餐 一个蛮长 蛮长的这个午餐会 那么有关这个 这个华为方面呢 其实 李克强呢 并没有主动的提出来 不过呢 Josina Arden呢 在较早之前 曾经表示 曾经表示 就是说呢 这个华为 有关华为呢 是不是能够在纽西兰呢 就是建设这个 帮纽西兰建设这个5G网络呢 其实决定权不在政府 嗯 他说呢 这是来自于GCSP的决定 这就是一个蛮奇怪的一种说法 他说政府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做出最终的这个决定 不过在较早之前 因为国家的这个情报部门 表示了关注 表示了关注 所以说呢 现在还在等待之中 那么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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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番说话呢 是不是也留有一丝的这个余地 就就表示说我们 你看不是不是我的决定啊 这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情报部门 可是这个GCSP难道不是政府 这也是我想问的 他是脱离于政府而独立存在的机构吗 他他可以独立啊 当然 他有他的一个独立性啊 他有他们的一个专业 他们所得到的一个信息 所做出的一个评估 可是政府难道 不就是依赖这些专业的这个部门的一些评估 所以任何的机构 其实都是这样独立于政府的 其实从这个言谈之中呢 看出呢 其实呢可能 可能GCSP呢认为呢 在那个场合还不适合 做出太过 怎么是说 没有余地的一些言语 认为呢 留有一丝的余地呢 将来呢 好见面啊也不一定 那无论如何呢 并没有 他是对中国表示说 纽山政府呢 并没有对此呢 做出任何的这个决定 那么李克强呢 他并没有直接提到华为 不过呢 李克强他是强调什么 他说两国呢 在改善关系啊 是符合两国的这个商界的这个最佳利益 就是做生意方面 是 问到你纽山你到底还要不要做生意啊 要做生意的话呢 两国之间的改善这个关系呢 是符合大家的这个利益的 那么李克强就表示 可是说中方呢 是愿意在相互的尊重 以及平等对待的基础上 相互尊重平等对待 那么 与纽西兰呢 是提升这个政治互信扩大务实合作 以及增加人员往来的 但比较有意思的是 你看李克强提到了这么多商界当中的便利啊 互信之类的话题啊 然后我们的总理强调的点是什么呢 他在发言的时候没有说关于投资的问题 他是感谢中国对于基督城枪击案表达的这种 关怀慰问 然后又说到了新西兰重视和中国的关系 然后两个人会晤之后呢 又见证了多份协议的这个签署 那么涵盖的面呢 就是像避免双重报 农税啊农业啊还有金融对话这些话题 避免避免涵盖的这个避免双重征税啊农业金融等等 对话以及科研等等都是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 当然我们也知道纽西兰跟中国呢 现在呢对于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自由贸易的协议的升级呢 还在谈判的过程之中 所以说呢在这个我们的总理到这个跟这个李克强的会晤啊 基本上呢我们看到呢大家都相当的客客气气 并没有对任何一个议题呢进行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 没有啊那么大家基本上就要表示我估计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说的这些啊 大家呢国与国之间应该是相互的公平的对待等等的 基本上每一个国家的这个到访呢都会说这一类的话啊 所以说呢说的还算是挺表面挺客气的啊 那和习近平说了什么呢 那么接着下来跟习近平呢 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呢 就看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就特别的强调了信任这两个字 而且呢我也留意到呢主流媒体呢也特别对这个的trust 两国之间应该呢是建立一个良好相互信任的那么一个机制 这方面呢是特别啊重视报道的 是那么中方主要的说的一个原则呢 还是会继续支持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呢到新西兰去投资 那么也是希望新西兰方面呢能够为这些企业提供一个公平公正 没有歧视的一个营商环境 这样呢还可以加快推进两国之间的这个FTA自贸协定的升级 然后不断的去深化经贸方面的发展 当然除此之外也谈到了一带一路啊 是你看看呢就是说呢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就是说 纽西兰呢应该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什么呢 公平公正非歧视 这几句话呢我觉得还是蛮有分量的 很明显啊 尤其是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因为在过往我们也听到呢就是说 包括了一些中国的企业要在纽西兰进行投资 那么这里呢也有一些人不满意 包括我们的这个OI 海外投资办公室 海外投资办公室啊 也特别呢就是说慎重的去考虑了 也没有完全的拒绝 包括了这些中国的这些企业呢来这边投资 尤其是在这个乳类产品业方面等等呢 都一下子呢很容易成为一个敏感 敏感的那么一个一个关注点啊 反而是一些呢来自于西方国家的 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呢 在纽西兰的这一类的投资呢 这个媒体呢好像不太感兴趣报道 反而是专门是注重呢 关注在来自于中国的这些资本家 来纽西兰的这种投资 感觉其他国家的投资的话 阻碍不是很多 但中国发展当中呢 就会有很多涉及到敏感的问题 那么那么是不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些企业啊 具有这种歧视性的这种 这种审批的这种眼光呢 我们看到说说呢 昨天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特别就强调了就是有关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那么当然也欢迎纽西兰呢 能够积极的加入这个参与这个 一带一路的建设 那么总理杰西兰登他是怎么回应的呢 我们来看看首先就是表示了 这个感谢习近平就基督城的枪击事件的这些慰问啊 这个场面化 那除此之外呢也表示说 新西兰是高度重视和这个发展这个对华关系的 那么也期待能够加强两国的一个全面战略的这个伙伴关系 能够深化向经贸方面的合作 还有人文方面的交流 那么说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呢 总理杰西兰登强调呢 说新西兰其实一直支持自由贸易 而且很早就支持了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 也参加到了这个亚投行的这样的一些发展当中 那么另外呢 纽西兰将会派出这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呢 是到中国呢去出席呢 即将要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 所以说整体上呢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的总理杰西兰登分别 就是拜访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大致上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24小时 最起码呢就是干的这三件事情 整体上我感觉还算是可以了 毕竟呢就是说虽然在更早之前 杰西兰登在不同的国际场合 包括在APEC峰会 还有在这个东盟峰会等等 分别呢都跟这个习近平以及李克强是见过面了 所以说大家之前呢已经是见过面 不过这一次呢正式以纽西兰总理的身份呢 官室的访问中国短短的这个24小时 双方还是领导人还是坐下来好好的啊 就是说非常友善的啊 那么一个进行一个交流呢 对纽西兰来说呢不是坏事 绝对不是坏事 虽然说24小时的这个旋风访问呢 可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一些谈到的东西 但是会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为未来我们的经贸部长到中国去 一周的这样的一个经贸方面的一些更深一步的会有好处 是当然昨天我也听到了一些社评啊 一些政治评论员呢 就是说呢其实中国呢就是这一次呢 他还是有期待的 希望你纽西兰呢能够为中国带来一些什么 嗯 就是说是不是尤其是我估计在投资方面吧 那么当然虽然没有直接的点名道姓说到华为 不过呢整体上呢应该是把一个信息呢 非常清楚的传递给Jacinda Arden 就是中国要求的是公平 啊对 非歧视性的 一个营商环境 所以说你也别玩这一套啊 这个中国现在重视的就是一个 外围的一种公平的营商环境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八点钟 有关我们的总理Jacinda Arden 访问中国的这件事情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再稍后的有话慢慢说也欢迎您 那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 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呢 钟旅的旅游信息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 首先是机票方面啊 南方航空的特价奥克兰飞往 中国各主要城市经济舱往返 纽币500包税企 国际航空特价奥克兰飞往北京 转机到国内的各大城市 经济舱往返500纽币包税企 那详情呢可以致电钟旅的各门店 0800287888 2019年中旅喜洋洋假期 诚意出品南岛七天的雪山飞机 玩美之旅 飞越磅礴雪山空降万年冰川 35分钟酣畅体验 玩撞库克山 Skylight蒸汽船 经典玩法搭配自由行程 皇后镇玩足两天 双湖观栏 霞湾巡游 大脸汉堡 农场BBQ 美景美食通通都有 周一出发 纽币2019元每人起 另外还有沐浴迈阿密的海滩 灿烂青羊 玩转世界主题乐园之都佛罗里达 大乘世界最大的邮轮 皇家加勒比海洋和月号 思想加勒比的魅力海岛 所有的时间都只给最爱的人 2019年的12月13号 18天的圣诞假期绚丽起航 纽币是8500每人起 详情可以致电钟旅的免费电话 本节目由KVB昆仑国际特约播出 全球外汇交易 KVB昆仑国际 奥克兰今天晴见多云有阵雨 13度到21度 日出在清晨的7点35分 日落是傍晚的7点15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 是今天清晨的6点25分 以及下午的6点46分 我们来关注两条新西兰国内部分的新闻 从4月1号开始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以得到额外10天假期 这一新法规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反对党国家党认为 新法规会给中小企业带来巨大的压力 对他们非常不公平 党魁Simon Bridges表示 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休息 但应该使用原有的20天年假或是5天病假 而不是额外增加10天假期 但是他不承诺如果国家党执政 将会取消这一法律 同时强调国家党反对这一法案 但并不代表该党不重视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慈善机构的专家表示 那些已经给予员工家庭暴力假期的雇主 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他说绝大部分提出申请的员工 都只休息很短的时间 一天或两天甚至是几个小时 不会对工作带来太大的影响 此前已经允许员工使用家庭暴力休假的企业 包括有Westpac、Staff、司法部、Warehouse和Candown等 专家指出 真正勤满两周家庭暴力假的人非常少 对于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来说 工作场所才是最安全的 工作是他们的生命线 他们不会做任何事情威胁到这份工作的 西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 目前发布了一个反洗钱法的监测报告 结果显示 金融部门用来监测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 电子验证系统仍然没有达到标准 管理局指出的缺陷包括 报告实体未描述如何满足相关标准 缺乏评估和记录客户禁止调查异常的流程 以及在需要时没有进行额外的调查 FMA是新西兰反洗钱和打击恐怖融资的 三大监管之一 另外两家分别是新西兰的央行和内政部 FMA的监督大约有800个报告实体 在2016年7月1号到2018年的6月30号期间 他们一共发布了18次的正式警告 其中包括一次公开警告 在未来他们的监测重点会包括 一更加注重审核独立的审计报告 第二对新客户开户和账户的监管要加强流程 第三在进行运营审核时 会将更多的地方关注在执行新客户的开户等任务 让一线的员工具有评估反洗钱法的多项理解 以上新闻是由豆融为您播报的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KVB昆仑国际所带来的最新汇率 纽币对人民币买入价4.5924 卖出价4.6838 纽币对澳元买入价0.9529 卖出价0.9621 纽币对港元买入价5.3203 卖出价5.3724 美元兑人民币买入价6.7412 卖出价6.8800 这夜换汇跨境结算 首选KVB昆仑国际 他们的中文直线是093598985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13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你 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其他的 国际方面的这个股汇市的行情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呢 这个欧洲的股市三大指数呢都是高收的 而且呢升幅还算是蛮明显的 德国DAX指数 收市报11681.99点 上升了155.95点 那么升幅呢是有1.35%的升幅 英国富士指数收市报7317.38点 上升了38.19点 那么升幅呢是达到了0.52%的 法国方面CAC40指数收市报5405.53点 上升了55点 那么升幅呢是达到了1.0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 正在进行当中的美国股市呢 目前呢三大指数呢也都是造好的 道琼斯工业指数现报26209.36点 上升了280.68点 那么升幅呢是超过了1% 达到了1.08% 标准普尔500指数现报2862.21点 上升了27.81点 升幅呢接近1% 达到了0.98%的 纳斯达克方面现报7817.04点 上升了87.72点 那么升幅呢是达到了1.13%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 纽约对美元呢在外汇市场的表现 那么大家目前所看到的是 30分钟的即时交易图 那么基本上呢 在经过了24小时的这个起起落落之后呢 基本上呢现在纽约对美元呢 是来到了昨天啊 差不多也就是同时期的那么一个价位 也就是在0.6807左右啊 没什么太大的变动 曾经的最高呢是上攀升到这个0点 差不多在这个0.6838左右的那么一个水平 那么现在接着下来呢目前呢是出现一点点的回落 是0.6807左右的那么一个水平 美元对日元是在111.351啊上升了 那么黄金的价格呢是持续的往下跌 现报1288.71美元一盎司的 油价方面呢是突破了60美元一桶 来到了61.664美元一桶的 至于纽西兰股市方面在昨天呢 NCLEX50指数收市报9853.91点啊 那么是上升上升的幅度并不大 上升了8.96点或者是相等于 百分之0.09的那么一个升幅了 好了以上这些呢就是最及时的一些财经方面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那么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 其他的国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第一则 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年号为令和 那么令和呢将取代月底退会 这个日皇名人年代所用的平成的年号 在5月1号呢皇太子得人继位开始呢 就会使用了那么内阁官房长官呢 菅义伟在记者会上透露新的年号 出自有超过1200年历史的日本古师万叶集 这是日本年号首次来自于日本的古籍 而并非是来自于中国的古籍 那么首相安倍晋三呢在其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呢 那令和是代表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的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嗯 来关注下一条朝鲜方面的啊 朝鲜领袖金正恩他的兄长金正男人当年是在这个 马来西亚被杀的啊 那么早前呢被控谋杀的越南籍女被告段士香 目前呢是祸改控较轻的一个危险武器造成伤害罪 那他被判监是三年零四个月 段士香的律师估计他将在五月份获释 马来西亚的检查部门早前已经撤销了案中另外一个女被告 也是印尼籍的艾莎的一个控罪 那段士香就成为案中唯一的被告了 越南司法部长早前去信马来西亚检方是要求释放段士香 好 我们再来看看韩国总统文在寅说 下个星期访美的期间呢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深入讨论 美朝重启对话的事宜 他呼吁朝鲜响应韩美的号召 那么早日重启对话 文在寅在这个清瓦台总统府主持幕僚会议的时候表示 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是遇到暂时性的困难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韩国朝鲜和美国都不想重返过去的紧张局面 访美期间他将会与特朗普就朝美重启对话 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促进朝韩关系等等的事宜展开深入的讨论 二月底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美朝峰会 因为在解除对朝鲜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方面是存在的分歧 双方未能够签署共同文件 来关注印度方面 印度成功的一次将29颗卫星送入了预定的轨道 包括一颗军用的观测卫星和28颗外国卫星 一支极地卫星运载火箭当地时间是在昨天上午从东南部的太空中心升空的 印度太空研究组织发表声明说 火箭成功将军用观测卫星送入到了太阳的同步轨道 28颗外国卫星也被送入预定轨道 那这颗军用的观测卫星是印度自行研制的电子情报卫星 用于电磁频谱的测量 另外28颗卫星是来自于美国 立陶宛 西班牙和瑞士 印度的太空研究组织说这项任务很特别 因为印度发射的是一支四级火箭 并且尝试是在三个不同的轨道高度来完成操作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土耳其 土耳其地方选举 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大城市受挫 但是连同盟友在全国得票是超过一半 埃尔多安宣称是取得胜利 但是会分析并且补救遭受挫败的地方 这一次的选举是要选出各个城市的市长和地方议员 被视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对埃尔多安领导能力的一个全民的公投 那么全国有5700万的登记选民 最大的城市兼商业中心的伊斯坦布尔的市长 选举真词是相当的激烈 初步的结果显示 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候选人领先正义与发展党 那么对手接近28000票 那么双方都宣称取胜 点票的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部分的选票是受到了挑战 再来关注下一条 这条是关于教宗方面 教宗方济 方济各批评与新建围墙去阻拦难民的行为 那么他在近日结束了摩洛哥之行回程的图上 在飞机当中就接受到了媒体的采访 并且没有直接评论 没有直接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关闭墨西哥边境 但是指出说希望在新建围墙的这个政治领袖 最终会变成围墙的一个囚犯 那方济各也承认说难民问题呢 是政府的一个烫手的山域 但是必须是以人道的方式来解决 而不是说架设这种铁丝网的解决方式 那富裕国家呢应该是协助消除导致难民问题的根源 比如说像贫困战争还有政局不稳这些方面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英国国会呢 下议院呢在上个星期第三度的否决了首相特雷沙梅 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之后呢 将会在纽西兰时间呢 今天早晨就各个脱欧选项举行新一轮的指示式的投票 那么寻求打破政治方面的僵局 外界揣测那特雷沙梅呢 可能这一个星期呢最后一次把协议递交下医院闯关 欧盟定在本月的10号召开紧急峰会评估最新的形势 欧盟发出了警告对英国已经失去了耐性 除非英国是提出了下一步的方向 否则有可能在峰会之后的两天无协议之下脱欧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方面 那委内瑞拉的这个停电情况呢 近几周是频频的出现 所以总统马杜罗就宣布说 会全国实施30天的这个限电的配额 当地的办公室呢 是在这个每天下午的两点停止办公 同时也会缩短学校开放的时间 减少用电能够确保一个供电的稳定状况 马杜罗和通讯部的部长发表了电视讲话 宣布了这一措施 没有交代如何去执行限电的配额 但是强调呢会确保供水的这个电水泵 不受到停电的影响 最后导致断水 那反对派的领袖瓜伊多则是继续呼吁 受停电影响的民众 走上首都加拉加斯的街头来进行抗议 又表示只有得到了军方的支持 才有望能够推翻马杜罗的政府 好今天早上带给大家最后一则 国际方面的新闻呢 来自于乌克兰的乌克兰的总统选举呢 第一轮的投票是结束了 票站的调查表示呢 著名的喜剧演员呢 这个哲联斯基呢 暂时是得票超过了三成领先的 排在第二位的是现任的总统波罗申科 得票不足两成 那么前总理呢 季莫申科呢 得票不足一成半 根据乌克兰的法律呢 假如在总统的选举之中 没有候选人是获得了超过半数的选票 就需要进入第二轮的投票 那么定会定在这个本月的21号举行的 在首轮的投票之中领先的两名候选人呢 将会进入第二轮的投票再决胜负 新总统 那么有可能会在这个不迟于 这个6月3号的就职 那么任期呢是5年的 好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今天早上为大家准备的 国际方面的新闻 那么接着下来带给大家的是 日月光旅游的旅游信息 我们来看看最新的日月光旅游的信息吧 日月光旅游呢将会在4月6号 在位于157号的Hopson Strait 那么奥克兰城市酒店啊 这个叫做Auken City Hotel 举办北欧豪华邮轮出发之前的 午餐说明会 恭候报名参加5月17号 北欧游轮团的朋友们呢 能够欢聚一堂了解出发的注意事项 那么日月光旅游的北欧游轮团呢 选用世界排名前三的优质的航空公司的客机 含有这个迪拜三天两个晚上 五星级酒店的沙漠风情游 畅游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 芬兰 丹麦 挪威 瑞典等等 还有两碗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报名是接近尾声的啊 大家饥不可施啊 那么日月光旅游呢 再一次的向大家推荐 海洋光谱号的邮轮 明年1月2号香港出发 畅游菲律宾 日本以及越南 海洋光谱号呢 将会在今年的6月 盛大首行的高科技的打造 提供完美的海上假期 查询特别优惠的价格 请大家拨打日月光旅游的电话 3021983 或者是登陆他们的网站 3w.anzskytools.com 日月光旅游20年地阶经验 千锤百炼的行程安排 时间铸造品质 那么最新推出的秋季特色 这个马金宝霞湾 金秋海鲜巡游啊 美食美酒两天一夜之旅呢 是占不绝口的 特别增加的每个星期三 南岛的八天之旅 皇后镇两天 两个晚上的四星级酒店 免费升级五星 那么特别是涵盖的 最南端的风情小镇 Invercargo 观赏可追溯到 侏罗纪时代的石化森林 品尝布拉夫的生蚝 那么这个日月光旅游的 报名热线是3021983 或者是登陆他们的网站 3w.anzskytours.com 房子又湿又冷 还涨没点 怎么办 没问题 DVS能帮到你 DVS是一家 有20年历史的 TV本地公司 DVS能为你 营造一个健康之家 详情庆之店 0800-387-888 0800-387-888 好的那么时间呢 已经是来到了早上 这个8点29分了 房子又湿又冷 怎么办 估计到现在为止呢 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办 早上好Jonathan 早上好安德鲁 早上好豆蓉 你好 各位听众观众 大家早上好 很快 一个星期又过了 一个星期又过去了 又看到了Jonathan 那么今天呢Jonathan 来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里面 当然是要带给大家一些 最新的有关这个 如何改善 朋友们的这个居家的 这个空气的环境 空气还影响还蛮多的 包括了一些家具呢 可能是不是因为 有时候室内的空气 过于的潮湿啊 而受到这个质量变坏 都很有可能 房子的结构 还有地塔 各方面 窗帘到处都会有 对 如果一涨霉点的话 很多都要做的 尤其有时候要重新做 嗯 那么换地塔 啊换这个 啊穿联 其实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来 是 好那么 呃 这个节目一开始呢 先跟大家来说说 呃DVS一家公司 自我介绍一下 还有呢 更重要的就是呢 我们已经是进入了4月份了 对 新的月份 好消息给大家 嗯 那么我是DVS的Jonathan 呃 亚洲部 亚洲部的经理 那么主要还是负责华人这边的市场 那么我们呢 任的时候你们如果有任何疑问 请播到我们的中文热线 0800387888 呃0800387888 呃4月份新的一个月份呢 我们有呃 最近的那个呃 呃那个促销 嗯 那么同样呢 呃三个月受欢迎的分期付款 我们还会继续 是 每个呃 每个星期才22起 22元起 起对 多不多这个朋友 利用这个分期付款 呃 我感觉到今年列多了一点 啊 今年稍微的多了一点 对 对因为大家可能 朋友有用过 还觉得还挺好用的 是是是 也不是说想象 因为大家对于这种分期付款 总有一点恐惧心理的 嗯 认为会有隐藏费用 嗯 实际上 是没有的 嗯 如果你是在那个合同的范围内 是没有 嗯 并且我们提供这个免利息的付款呢 也实际上是有一个诚意的 嗯 不是说后面把你的利息收回来 不是的 嗯 对 所以 是真的就免利息付款 就这么难吗 是 所以今年会列多了一点 当然还是有一些条件限制的嘛 对 对 特别你要用这张卡 你一定要申请得到 嗯 对 一般有一些朋友有的 非常的方便 但是对于这个经济账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方式了 对 轻松 嗯 对 今年买房子的可能 我怀疑今年买房子的朋友也不少了 嗯 实际上可能啊 对 买的更好的房子 他就利用一些经济的方式来付 是 是 好 那么啊 电视盒 还有我们一个免费大奖 那么我们这个业还是同样有那个了 有进行的 具体请大家播到我们的中文 热线 0800387888 嗯 非常好 那么在过往呢 其实Jonathan 已经说了很多有关这个DVS的这个通风系统 对 那么今天呢 就最直接的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哪些 哪些房子呢 是你认为啊在你过往那么多年的这个经验当中是哪些房子你认为呢真的是非装不可的这个GPS 是通风系统 是有的 那么我们来具体来看一下 嗯 第一个呢就是涨没点的房子 嗯 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面包涨没点的话呢肯定是把它丢掉 嗯 那么如果一个房子涨没点的话呢我认为一定要采取措施 丢不掉 对 一定要丢不掉 但是一定要洗掉 并且要赶快装进通风系统 对房子不可能要涨没点的 这一点是不正常的 对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些屋主呢他找出晚归的啊 特别是做生意啊比如说take away啊这些 嗯 他根本很早很早就走了 嗯 那么晚上很晚很晚再回来 那么这样的房子谁来帮你开窗 没通风 对肯定是通不了风的这些房子 嗯 所以这些房子也一定需要 嗯 嗯 对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异味重的房子 比如说呢有些房东特别喜欢煮饭 嗯 嗯 那么无缘瘴气特别是像昨天一样下大椅 你说开窗怎么开 开不了 是 如果昨天晚上你又一家人又做一些好菜 嗯 那肯定到早上这味道还是有的 嗯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新房子 那装系完了 如果你一个新房子装系完了 要最起码要有半年七位才走得完 嗯 如果你关着门窗下大椅在里面睡觉 你这些味道 甲墙的味道啊 油漆的味啊 对 虽然新西兰标准很高 但是还是有很多遗留的味道 嗯 你还是给你吸进去的 嗯 所以这些呢是显得特别的薄切 嗯 对的第三个 嗯 那么第四个当然有租客的房子 嗯 有租客的房子呢 租客由于各种原因啊 他开窗是很少开门很少 嗯 因为他早上很早就出去了 晚上才回来 同样道理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个房间呢 也是特别的味道特别重 嗯 嗯 并且呢会容易长霉点 嗯 那么这个情况也是要加以改善的 对 那么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人口寄住特别多的房子 一个三房的别人住最多住四个人 嗯 你住进了六个人 嗯 那么用水各方面肯定是多的 就湿气的排放 排放量更多 对 人多反而是潮气会更大 对 你会发现两个人睡觉的房间 跟一个人睡觉房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跟你完全没人在里面睡觉的study 嗯 这个书房 也是一不一样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嗯 所以夜多人住了夜潮湿 是 也要考虑装进通风系统 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通风设计本来就不佳的房子 这个特别明显是什么 比如说楼下的车房改造的房子 嗯 它本来就是没有一个通风的设计的 嗯 那么这部分房子你会发现非常的潮湿的 嗯 对 甚至你在下面睡觉的房客有时候睡了睡了 都会到晚上呼吸都不唱 嗯 要赶紧打开窗 当然有时候了不是什么时候的这样子 嗯 对 所以这个情况也是非常的薄切 是 好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 对生活品质要求特别高的一个屋主 对 对 它要更多的新鲜的空气进来 那么同样通风系统也是能够帮助它提供更多的新鲜的空气 嗯 让房子更加的健康 是 好 这是简单的 1234567 那么 Jonathan呢跟大家说的这个七点 这七点呢 如果您是住在上述呢 刚才这个Jonathan所说的这个七点的这个房子当中 你真的是有这个迫切的需求啊 是应该要为自己的房子为自己的健康为身边的这个家人的这个健康 马上呢 马上呢 拨打0800387888 0800387888 给Jonathan 那么让Jonathan呢跟你来个预约到您家来来来来为你提供更进一步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咨询 对 一个星期八天工作 对 包括周末 包括晚上 好 那么非常好 那么今天早上呢非常感谢Jonathan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这里告诉大家不要再等了好不好 那么我们在近期的看到呢已经是天气开始出现了这个转变啊开始下雨了 可能房子呢已经开始潮湿了不要再等到真的是湿的不行了才找Jonathan 因为到时候呢他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忙碌 现在就打电话给他0800387888 咱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见 好再见 谢谢各位 万国旅行社新西兰航空赞助以下新闻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 今天是2019年4月2号星期二农历2月27 奥克兰今天的天气呢是晴间多云偶尔有阵雨的 气温最高21度最低13度 今天的日出时间呢是在清晨的7点35分 日落时间呢是在傍晚的7点15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是在今天清晨的6点25分 以及下午的6点46分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两则纽西兰方面的新闻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邀请 那么纽西兰的总理Jocinda Erden 在3月31号到4月1号之间 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访问 这是Jocinda Erden 作为纽西兰总理首次的正式访问中国 在24小时的旋风市的这个访问之中呢 总理分别是与李克强以及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举行的会晤 那么另外呢北京时间在昨天上午 Jocinda Erden还出席了纽西兰 纽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馆接牌仪式 在致辞的时候他多次的提到了基督城清真室的屠杀事件 提到了纽西兰人在袭击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团结 并且表示这些不会改变我们作为一个国家 所拥有的价值观的 那么另外呢根据介绍呢 纽西兰驻北京大使馆的新馆在2014年 在前总理John Key执政的时期呢是立项了 那么总投资呢大约为5000万纽元 他拥有来自八个不同机构的工作人员 移民和旅游部门在离大院不远的地方呢 有自己的办公室 在遭遇了破纪录的一周降雨之后呢 纽西兰的西海岸的这个居民们呢 是不得不面对更多洪水所带来的后果 并且要为数周的清洁工作做好准备 根据西海岸地区议会的首席执行官 Mike Meehan表示呢 极端的天气造成的西海岸市议会的一个旧垃圾厂 大量的垃圾呢是被冲刷到海滩上了 那么根据了解工作人员做了所有的努力 来阻止更多的垃圾被冲出来 但是人们还是担心如果继续有强降雨的话呢 情况会变得更加的严重 根据Westland副市长Lehan Martin就表示呢 垃圾厂已经是被河水严重的侵蚀了 那么目前呢当地的居民以及游客 还有西海岸地区的议会环保部门 已经联合起来清理这些垃圾 承包商也一直在努力的加工垃圾厂的填埋 那么防止有更多的垃圾呢是漂浮出来 感谢大家收看收听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 接着下来带给大家认识万国旅行社的最新旅游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五月份的万国欧洲团 看荷兰玉金相展到巴塞罗那圣家堂 看鬼侠高迪的建筑狂想 还有先进瑞士神秘布拉格庄严的罗马城 30天13国7999元起玩转欧路 欧洲团销售火热 9月团已经开始接受报名 8399元起 另外5月还有希腊巴尔干 18天11国 从希腊雅典出发 看爱琴海圣托里尼的梦幻之兰 巡礼众多的世界文化遗产 5999元起 带你看别样的欧洲 到了7月还有狂野的非洲团 畅览非洲四国 看一辈子一定要见证的 50大景观之一的动物大迁徙 奈瓦沙湖 东非大裂谷 世界三大瀑布 维多利亚大瀑布 桌山 好望角等景点一网打尽 全城都是奢华酒店 迪拜更是要入住豪华的 亚特兰蒂斯酒店 14999元起 纵情享乐 订机票找万国 各大航空特价不停 天天都有更新 万国的免费热线是 0800 116688 万国旅行社一定打折 有话慢慢说 有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新西兰百轮移民留学顾问公司 要留学找百轮 要移民找百轮 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 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灯 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661188 阳光物业公司 专业高效省心 租金准时到账 要出租找阳光 要租房找阳光 阳光物业更专业 电话093903883 赢世界0928193832819383 好了那么时间到早上的8点53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你有西兰芝 还没有有话慢慢说 待会再有话慢慢说 接着下来 豆融以及安德鲁 继续来跟大家来说说 这个新闻 两则新闻 基本上都是跟这个 最低工资的上涨有关系的 我们都知道 昨天已经知道了 4月1号 不是愚人节 而是真的 就是说这个最低工资 是上涨了一块两毛钱 每小时 来到了17块7 这也是在过去 这个最低工资 涨幅最大的一次 那么基本上差不多 差不多如果是每周工作 40个小时的话 那么这个工薪阶层 是能够拿到额外的 每个星期48块钱 在before tax 在税前 是的 如果你是目前 是拿这个最低工资的话 你的工资的增长 每个星期48块钱 税前的这个收入 那这样的一个改变 到底对于生活 有没有什么一个好转 或者影响大不大呢 新闻当中就讲到 一个例子 这个叫Alana Clark 她是在Inwakago 做清洁工的一位女士 那她就说到 她现在的每周工作时间 是60个小时 然后工资呢 是大概拿到 16块8毛5的 这样的一个时薪 她说对于很多人来说 48块钱 这个一周的收入 并不是很多 但是你的这个 基本生活的工资 增加了之后呢 可能会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是会被 像是食品啊 汽油的这些费用 和花销相抵消掉的 对了她就说 有basic living costs go up 你的最基本的一些 生活成本是上升的 那么当然 什么叫做最基本的生活成本呢 水啊电啊 油米财除啊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开门七电视啊 八电视啊等等 这些这些价格都会有所上升 ok 那么我们来看看呢 其实至少呢 在纽西兰的这个服务行业 hospitality sector啊 服务服务业行业方面呢 目前呢是有差不多 22,800名的员工 是正在领取这个最低生活 这个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 那么当然呢 这个最低工资你说啊 把它上涨到17块7 这个有没有帮助 肯定是有帮助的 嗯 有没有分别 还是有分别的 虽然 也难免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而且这个可能性 还算是蛮大的 就是说有一部分的 这个劳工成本的增加 最终呢 还是会反映在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物价上 可是 买或者是不买 不买 吃或者是不吃 当然是由你自己来决定 啊 呃 不过对于一些 比方讲说水啊 电啊等等 这方面的一些生活的 一些成本的增加 那你就必须要去面对 这是比较遗憾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呢 纽西兰的一个 经济组织呢 呃 叫做 New Zealand Initiative 他的这个 首席经济学家呢 Eric Crampton 他怎么说 他说呢 他说呢 最终啊 这个 呃 这些这些成本 还是会转交的 而且他说这一次 虽然我们是面临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 这个提高 最低工资 可是不要忘记了 对于那些呢 目前正在 享有 working for families 啊 或者是 呃这个 accommodation 呃这个 supplement 就是住房补贴 住房补贴等等 这方面的这些福利的 这些家庭 因为你的工资的是个上涨 相对的 相对的你在这方面的补贴也会减少 所以说实质上 比方讲说 你真的以为 从原本的16块多 现在涨到17块多 好像这个涨幅呢 达到差不多7%左右的这个涨幅 可是因为从另外一方面 你得到的这些福利的配到的补贴 要减少 是因为你的收入增加而减少的话呢 嗯 实质上呢 你实质上的这个收入的增加呢 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还还低于差不多两个百分点 啊 税后工资的两个百分点 对 这样一个比 哦 那么好了 你实质上的这个收入 其实 还达不到 这个增加的幅度 还达不到两个百分点的话呢 嗯 那么 其他的物价或者生活上的 这些基本的开销 如果他的涨幅是超过了两个百分点的话 那不就变向你 其实实质的这个收入是减少了吗 变少了对 那么其实不单单是这样子的一个经济学家的分析 来自于商业创新就业部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模式的进行换算啊 那他们这个就显示说 对于那些每周工作30个小时的这种双亲家庭来说 他们的收入算下来增长率是1.74% 而这个增长率 对于那些最低工资本身拿着这样的一个收入 然后还有子女要抚养的家庭的话 减少贫困这件事情 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基本上 可能没有实质性的这个帮助 嗯 理念上感觉上好像是感觉比较好了 7.27的增长 每个小时呢现在有17块7了 可是你左算算右算算 再去逛一逛这些超市啊 或者是看看你这个水电费等等啊 各方面的话呢你会发现的 其实你的生活呢 并没有因为最低工资的提升 而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 更不要是说摆脱贫困的啊 摆脱贫困呢 你每个星期呢48块钱呢 就算是你真的是拿到了额外的48块钱呢 估计要摆脱贫困呢还是非常的遥远 OK 不过从这件事情呢可能也凸显了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在过往 当然啊国家呢通过了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些配套 来扶持更多的家庭 可是现在呢已经逐渐的随着这个最低工资的提升 我能不能够这么说啊 如果说的不对呢希望大家能够指证一下 随着这个最低工资的提升 提升是给谁给你提升的 是老板给你提升的 所以说呢变相的似乎将 国家的这个福利的一部分的责任的转嫁到这个雇主身上 由雇主来帮助国家来支付这方面的这个福利 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人说这个成本是转嫁到这个雇主身上 就是在这儿政府的福利可以减少 但是雇主要付出的会更多一点 是能不能够这么说呢我估计可以的啊 好那么时间已经接近了早上的这个9点钟 待会回来呢在有话慢慢说会带给大家的啊 其中包括了这个最低生活工资也随之上涨了 还有呢就是当然是昨天啊 昨天呢我们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啊 他也是代总理了 因为昨天呢这个我们的总理就森戴登不在嘛 他主持内阁会议完了之后呢 对外啊宣布了这个有关枪械法的改革 那么也会带给大家的 我们稍微回来 好一会见 找百轮 真正新西兰野生刺身就要找沙巴名牌海产品 魔法灯 澳新最大代购服务商 0508661188 阳光物业公司专业高效省心租金准时到账 要出租照阳光 要租房照阳光 阳光物业更专业 电话093903883 以下新闻由雪盈证券冠名赞助播出 雪盈证券港美股优选 一户在手交易全球 095201919 各位好 欢迎大家关注一下的新闻 今天是2019年的4月2号星期二 农历的2月27 奥克兰今天晴见多云 有阵雨13度到21度 日出在清晨的7点35分 日落是傍晚的7点15分 奥克兰港口的满潮时间是 清晨的6点25 以及下午的6点46 我们来关注两条新西兰国内部分的新闻 从4月1号开始 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可以得到额外10天的假期 这一新的法规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反对党国家党认为 新法规会给中小企业的业主 带来巨大的压力 为他们带来非常的不公平 党魁Simon Bridges表示 家庭暴力受害者可以休息 但应该使用原有的20天年假 或者是5天病假 而不是额外增加10天的假期 他不承诺国家党执政期间 会取消这一法律 但是他强调 国家党反对这一法案 并不代表该党不重视家庭暴力问题 家庭暴力的慈善机构专家表示 那些已经给予员工家庭暴力假期的雇主 不觉得这项新法有任何问题 他说 绝大部分提出申请的员工 都只会休息很短暂的时间 一天两天甚至几个小时 这样不会对工作带来大的影响 此前已经允许员工使用家庭暴力休假的企业 包括有Westpac Staff 司法部 Warehouse和Countdown等 专家指出 真正请满两个周家庭暴力假的人非常少 对于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来说 工作场所才是最安全的 工作是他们的生命线 他们不会做任何的事情威胁到这份工作 新西兰金融市场管理局日前发布了 《反洗钱法》的监测报告 结果显示 金融部门用来监测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的 电子验证系统仍然没有达到标准 管理局指出的缺陷包括 报告实体并未描述如何满足相关标准 缺乏评估和记录客户禁止调查异常的流程 以及在需要的时候没有进行额外的禁止调查 管理局是新西兰反洗钱 以及打击恐怖融资的三大监管机构之一 另外两家分别是新西兰的央行和内政部 他们的监督大约是有800个报告的实体 在2016年7月1日到18年6月30日之间 FMA也就是监管局已经发布了18次的正式报告 其中包括一次公开警告 未来监测的重点会放在更加注重 审核独立的审查报告 对于新客户的开户和账户监管流程会加强 另外面对执行任务的一线员工 要评估他们对于反洗钱法义务的理解 以上新闻是由豆融为您播报的 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我们下一个整点 接下来欢迎大家关注由中旅喜昂洋特约的 新西兰主要城市的天气预报 我们看看今天在北岛大部分地区 都是晴见多云的天气 那么首都惠灵顿部分会有一个降雨 首先来关注奥克兰 今天是晴见多云时有阵雨 温度是14度到21度 陶朗嘉今天是全天晴天的好天气 温度是14度到22度 首都惠灵顿今天是11度到15度 然后全天都是有雨 而且在瓜西风 风里也会达到每小时38公里的一个时速 再来关注南岛方面 南岛方面是在基督城 今天是阵雨 温度也比较低 只有8度到15度 皇后镇相对好一些是阴云的天气 是局部有云 那温度非常低 最低温度只有4度 最高温度也只有12度 但尼丁今天的温度是7度到12度 也是晴见多云时有阵雨的情况 川雨入海纵情欢歌 2019年终旅喜洋洋假期 诚意出品 南岛7日雪山飞机完美之旅 飞越磅礴雪山空降万年冰川 35分钟攀畅体验 玩转库克山 skyline蒸汽船经典玩法 搭配自由行程 往后镇玩足两天 双湖观栏 霞湾巡游 大脸汉堡 农场BBQ 美景美食通通都有 新春特价2019 完美出发 详情 请咨询中理科门店 或拨打免费电话 0800-287-888 好的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12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在跟大家进行互动 有话慢慢说 之前的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个第一东方投资公司 老牌金融投资公司 F-Investment第一东方投资公司 最新推出4月短期特别利率 那就是5个月的年利率 4.5% 那么最少的存款额是1万纽元的 优惠期有限 那么请大家赶快打电话 他们的中文热线是 0800-338-168 0800-338-168 去了解详情 或者是访问他们的中文网站 fei.co.nz 好 那么接着下来呢 是有话慢慢说的时间 我们的电话呢 是为您开启了095712936 短信平台0212010998 接着下来有三则新闻 先跟大家快速的说一说 说完了之后呢 如果大家对这个总理 就新大登访问中国之行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想 刚才呢 我们短信平台也有朋友呢 就是说到 他说到我们这个节目 对这个公平营商投资评论 是有误导性的 其实呢 那不是我们的评论 那是根据这一个新闻的那个报导 我们把它跟大家说说 这个有为公平营商 那么当然呢 如果你说到了 纽西兰人不能够到中国 是随便买房子 那么中国的商人呢 能够来纽西兰来进行投资呢 这方面的公平性呢 就无话可说了 那么另外呢 手机尾号6875的说 他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呢 就是说 习近平说呢 希望纽西兰呢 能够继续的领跑发达国家 与中国的合作 那也对啊 那么其实呢 我们也知道在过去的历史上呢 纽西兰跟中国之间呢 第一个 这个承认中国的这个经济体 然后呢 就是第一个 跟中国签署这个自贸协定 早就已经是领跑了 OK好 那接着下来呢 我们跟大家要说的这一则新闻 先把这一则新闻告诉大家 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一个最低工资 我们都知道最低工资呢 是一个法定的 所有的雇主呢 都必须要遵从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呢 叫做最低生活工资 最低生活工资呢 那就是要看这个雇主愿不愿意了 对 而不是雇员 雇主愿不愿意 是的 这个生活工资呢 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动组织 那他们应该说 对于生活工资有一个定义 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收入能够满足这个工人们 或者说是这个工作者 他一些基本的这个生活保障 然后是购入到生活的必需品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生活工资呢 是在昨天也跟随着这个最低工资的上涨 有这个新的宣布了 那么我们知道 这次的最低工资的标准是上涨了1块多 这个是有史以来幅度最大的一次 那么本次的生活工资涨了多少呢 从去年9月份宣布 从去年宣布的20块5毛5 变成了现在的 未来会在9月份执行的21块1毛5 涨了60 cents 或者是这么说吧 最低生活工资呢 Living wage 只不过是一个参考 让一些企业呢 如果你的财力够的话呢 能够支付给这个你的员工最低的生活工资 最低生活工资呢 基本上呢 现在是比这个最低工资呢 是差不多多了3块多 3块多 4块钱还不到 每小时 那么根据呢 我们纽西兰有一个组织 创意最低生活工资的组织呢 叫做 Living wage movement Altiora New Zealand 就是纽西兰的生活工资行动组织 他就表示说呢 这个最低生活工资啊 是除了啊 就是说让这些工薪阶层呢 能够呢 有这个生活方面有更好的一些保障之外啊 能够提供生活上的一些必需品之外呢 也能够生活的比较有尊严啊 Dignity啊 比较有尊严啊 那么当然呢 有没有企业啊 是向他们的员工支付这个最低生活工资呢 每个小时当然也是有的 其中包括了Westpac啊 包括了啊 好像The Warehouse也是一样啊 还有这个Seashore Cabaret 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 可是对于一般的 非常小型的一些商家来说呢 可能呢 每个小时呢 21块一毛半的这一个生活工资呢 就有点难啃啊 是还有我们的市议会也是按照生活工资 市议会也有啊 那么这方面 我们来看看上一次的这个生活工资的标准提升 是在2018年的4月份 当时呢是从18块4提升到了20块2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执行标准呢 会达到21块一毛五 据这个相关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每一次的提升呢 是和平均工资基本保持一致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一起来跟着走往上就好了 21块钱每个小时 估计呢如果 以工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呢是承诺在2020年 要达到 2021年 21年要达到每个小时呢 这个最低工资20块钱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呢 就这么推算起来呢 最低生活工资啊 或者生活工资呢 就应该达到了差不多24块钱左右 对 作为一般的这个小商家能不能够承受 人家说了 说这样子的商家叫做 能贴一个标签叫做道德雇主 我 ethical什么employer 是ethical ethical employer 是不是就是说 付的工资越高就越道德 越有道德 然后我这方面呢 我也不敢随便下一个评论 不过 一般的小生意 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你卖咖啡的卖咖啡 你做take away的做take away 卖服装的卖服装 在这个shopping mall里面开店的开店啊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当然呢 昨天也在这个有话慢慢说里面 对于这个 因为俗称的这个家暴法吧 能够让这些 因为受到家暴 受伤害的这些雇员们呢 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个十天 国家党方面是认为呢 不是说不能够批给他们假期 不过呢 他们是应该利用他们的年假 或者是病假 不应该有额外的这个十天 嗯 这个额外的十天最终 会不会被别人滥用啊 到底是 是不是应该有啊 这方面呢还是具有争议的 可是你看看昨天呢 这个Simon Bridges 又不 又不肯 直接了当的说 如果我执政的话呢 就把这个给废除跳 他也不肯说 批评归批评 可是呢 他也不敢下注 就本来是说 如果国家党能够重新执政的话呢 会帮助呢 小商家们 渡过这个艰难 把这个 这个 这个Victim Protection Act 给废掉 他也不敢这么说 他其实也说到这个 这个最低生活 最低工资的这个上涨 一块多的涨幅太高了 说就是23啊 33这样的可能会更合理 但是也没办法 没关系啊 不同的立场啊 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对新闻呢 是有所不同的解读 我们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之中 我们把它给请进来 一位照上好你好 欢迎您 早上好 早上好欢迎 我想说几句啊 听说 我觉得纽西兰最近这个政府啊 这个他总是在花钱提高提高那个工资啊 包括各种措施啊都一直在花钱 那没有想到这个国家这个经济也在走下坡路啊 经济走下坡路你这么搞法 像像很多国家 我觉得纽西兰这个苗头就不太好 因为纽西兰这个他真正经济资助啊 并不是很强劲 不像德国啊日本啊 人家那可是有几个铁饭碗啊 是啊 那工业技术啊那是铁饭碗啊 那是替代不了的 纽西兰这很多都很容易被替代这些工业 什么留学啦旅游啦 那都也不太好了 到处出了这个家寺以后 清真寺屠杀以后 到处端着枪警察 我跟你说这个清真寺 我都没有料到这么多清真寺 随便出去一趟一定会看到一个清真寺 警察在那里守着 五六个人多了有七八个人 长短枪端在那里 你因为有的地方嘛 他那个也比较僻静 你过去以后 这几个警察就盯着你 你有一点点跑题了 你刚才说的是经济 我其实我只想抓着一个问题问你 你刚才说的就是说你感觉这个经济也在下滑 你自己本身最直接的一个对经济下滑的一个指标是什么 经济下滑 我认为经济下滑现在整个形式不好 我认为一定会下滑 你认为一定会下滑 可是现在你有看到一个转变吧 有没有一个看到一个转变 比方讲说如果我是做生意的 我发现确实是生意已经是下滑了 或者是我到一些shopping mall 我看到消费者基本上大家都在逛街 没有实际一些买东西 新西兰的经济主要几大支柱吧 几大支柱上地产 房子不好卖是真的吧 旅游业旅游客少了是真的吧 留学生少了是真的吧 对不对 这还不够吧 我跟你说它没有什么 就是说纽西兰真正能赚钱的行业不多 你知道吗 它不多 它完了以后 你想想现在就是在花钱 花钱越来越多 你这几个国家 这个世界上几个国家 希腊 委内瑞拉 阿根廷 活成这么个例子 搞社会主义 搞大政府 官僚主义 最后把这个国家败光了 最后大家就是说就没办法了 最后好像在这个政府眼里 新西兰是很有钱的 可是如果你今天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正在领取最低工资的 那么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打工族 那么难道你不会支持 就是说将这个最低工资给提升吗 我不一定支持 你还不一定支持 那就看我 我跟你说华人 我这想法我跟一般的 KV还不一样 我觉得我还挣不到这个钱 我说实在的 我还没这么多 这低工资 我平常我没收入 我说实在 我生活非常简单 如果是一个星期有个七八百块钱 那我高兴死了 还没人给我 我也挺高兴的 是啊 还没这么多钱 明白 我就是说你算这个旅游业很快就完了 到处警察端着枪谁敢来啊 嗯嗯嗯嗯 好 了解 明白明白的意思了 其实您把这个话呢 说的也非常的明白 就是说纽西安呢 毕竟呢 经济的这个支柱的产业 是非常的有限 而且呢 也不是说不可被取代的 那么如果在不断的 在不断的这个消耗资源 或者是发钱啊 来扶持这个福利政策的话呢 很快呢 就会呢见底了 那么到时候怎么办啊 好明白的意思 感谢您的电话 我们另外一位朋友已经在久等了 喂早上好你好 欢迎您 早上好 早上好 一个电话让你讲了 纽西安经济靠什么 Andro你自己说 哈哈 来来去去也就是那些 那些第一产业 农业畜牧业 农业畜牧业 还有木材 木材出口来不串 我就问那个David了 纽西安GDP是多少 他达不上来 纽西安房地产的 在GDP多少 他达不出来 就这水平能够在电台里边 纽西安是五千亿 第一产业占到百分之六十 嗯 这最近的你到图书馆去任何厂 别华人以为这个房地产 房地产 我做房子的时候 说实在的 把国家经济搞得负增长 我那时候没有在乱七八糟的事 你看到我们在那都是为国家做事业 做贡献 你看看现在 眼中钉肉中刺 一个房地产性来弄 你到医院去看看去 多少人在弄 一个公车下来多少人蹭车的 不好意思啊 这个我有点 说一个比较你相关的 新加坡国籍是什么 什么叫做新加坡国籍是什么 对啊 他是新月 昨天是 国旗啊 你说国旗是什么 很可惜我们没看到 要等明年的今天了 那中兴的贸易 我觉得会好 早上我看了这个镜头 李克强天天在人民大会堂 几乎是 所以他的作用 好像给我们这个总理当导游 总理刚去 他不知道怎么走这红地产 检阅三军的时候 那李克强可能服案过多 有点驼背了 不过姿势还真是很好 很佩服 那说实在 今天这个弄完 没有什么大的冲突 我觉得会好 我不太喜欢大家喊口话 搞经济搞经 你做点实际的东西 你别看那个导游 带那个我们总理走了一圈 5G的话 我估计也都差不多了 现在口风是比较软了 我们都知道了 对 千万别 你你你你你你 我刚才我还没听明白 打工别到亚洲店去打 别到亚洲店去打 我还没我还没完全听明白 你你刚才你说的 其实你对这个纽西兰的经济 你到底担忧还是不担忧 我非常了解 不担忧 你担忧 他说的经济是第一产业 15年前我们在官方的时候 15年前是哈林克的早期 那我们就问他 纽西兰这个经济是会怎么样 当时是林业部的 现在中国是病到一块了 农林部了中国是 当时纽西兰就规范 包括江苏代表 当时的纽西兰一个人的收入相当于江苏的15倍 但江苏一个省的GDP是纽西兰的15倍 那我就问他 我的问题是最多的 我问他纽西兰这样的第一产业 唯一进入世界以发达国家这个当中 这是唯一的哈 所以纽西兰在畜牧业农业兽医上面非常有发言权 包括养马 然后他说纽西兰这个我们不保证 不保证供应全世界 但是我们保证供应全世界6000万人 我们不能跟中国竞争 因为中国的市场大成本低 但是我们要搞的中国这个人工饲养的这些东西 我们是弄不过中国 说我们最好的国家是个大环境 所以你围绕所有去看 都是什么 都在拿新西兰的原料 包括鹿产品 是 三文鱼 这是最好最好的 你到中国去看 飞机上一看 整个就是一个城市 全是楼 这是你要的吗 我是country boy 还评价一下 纽西兰的驻中国大厨一街木 刮木相看 他用的是南岛的pancake岩石 那这个你知道 HOME SHOW去看 都有这家公司 但是我个人 Hoticoacher这块要懂一些 我有点担心 因为北京的温差 冬天最低温度到夏天 大概相差50度 你认为是 会有影响 在纽西兰的北岛 它用的技术是拿胶 拿快干水泥去沾去 底线里边是贴18层的复合板 但热潮冷缩在这边很多的都脱落 热潮冷缩的关系 在北京温差更大 这个技术怎么解决 但是庭院 Hoticoacher这一块 北京可能就是享受不到 纽西兰这个环境了 所以植物一看都是 什么阳树柳树之类草地 就差点 但是可以理解 OK 好 谢谢这位朋友的电话 你说的这个方方面面 还还蛮多的 一下子呢 可能未必一定完全消化的 来感谢您的这个电话 纽西兰的这个经济 其实我说不一定是说你完全只是关注在这个初级产业方面 整个大环境 我觉得就算你是占有百分之六十 那么另外的百分之四十呢 养活多少人呢 在纽西兰 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一方面 根据如果我们经济所看到一些经济学家 那包括ANSI银行的经济学校等等 预测呢 纽西兰的未来的这个经济成长 差不多在百分之二到二点五之间 其实这个增长点呢并不算是非常的明显 甚至是有一种呢 就是已经是怎么说停留的那么一个阶段 那么在这方面呢 是不是也应该值得关注 旅游业方面呢 近期好像是真的是受到了一点影响 是 那么当然呢 这个海外的这个投资者 来纽西兰进行这个投资这方面呢 是不是意愿方面 或者是他们选择多了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也更需要 也能够提供非常好的 那么一个投资的营商环境 纽西兰不是说没有面对竞争的 毕竟还是有面对竞争 那么在这方面将来怎么去开拓这方面的市场 来吸引更多的这个海外投资 这个我估计是刚才第一位的这个听众 所比较关注的事情 我是觉得最后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他告诉我们的什么这个5000亿的这样GDP当中 那个农业占到了百分之多少 但是我觉得之前这位那位 关注到房地产什么的 是他可以看到的一些眼前的实力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GDP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我记得以前做旅游节目的时候 他们曾经说旅游业占到的GDP当中是最大的 我不知道是会有变化还是怎么样 但是整个说产业的发展变化 这些都是要有需求的 如果只是靠农业的话 我们只做原材料的这样一个输送的话 其实挣钱并不是最快的一样 当我们再说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的时候 很奇怪的 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体会 一个体会是来自于官方给你的一些数据 包括纽约山统计局 包括了这个就业劳工数据等各方面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有一套新的这个数据 而且会有变化 另外一个呢 对于经济方面的一个指标 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实质的 自己的体会物价方面 你看到你这个物价 你所支付的钱 你的水费电费 这是最实际的 跟你最贴你的这个地契的 官方他在跟你说 怎么说的这个就业数据多少 这个失业率下降或者怎么样 这可能对你呢 你根本上不一定是很有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我们就拿这个20 在2014年大选的时候 2014年大选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当时候 国家党的这个党魁Junkie 就是在竞选之前 那时候应该还是 这个David Canliff 工党的David Canliff 在一个公共的一个电视辩论会上 那么Junkie呢 你知道Junkie呢 他是非常厉害的 他能够把所有的数据都办出来 告诉你呢 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个六年的执政期间 那么呢国家党呢做了一些什么 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怎么样 就业数据怎么样 很直接的 可以一大堆的这个数据告诉大家 可是接着下来呢 老百姓来提问的时候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场有一位 没记错的话 他是当一名护士的 一位现场的这个观众 就问到就是说 你刚才告诉我们那么多的这个数据 怎么我感觉不出来呢 就这么一回事 老百姓感觉不出来 官方可以告诉你 一连串的这个经济的数据怎么样 我这么说呢是说 不是说官方的数据一定是不靠谱 不过官方数据呢跟老百姓的这个体会 可能中间的会有一段距离 有时候 啊 这么说是不是应该是比较合理呢 好 我们现场有另外一位朋友 喂 早上你好 欢迎您 喂 早上好欢迎 你好 你好你好 你们在说经济 我就想说这个 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要是想发展经济 比较靠谱 比较有把握 或者说经过努力 他就一定能实现的东西呢 其实就只有工业和农业 嗯 你像高科技产业大家都想发挥 但这有些像个比方 就是你们家有一个孩子 你很有把握的事 就是你逼着他念书 然后让他考上一个大学 嗯 但是他能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或者能不能拿诺贝尔奖 这个事呢 你可以创造环境 然后提高你的孩子成才的几率 是 但是你不能指望这件事 就是你指望你这国家出什么 那种什么电影高科技的人才 什么3D的 然后那个独角兽的公司 这种事呢 你国家整个环境好 提倡科技啊 各方面呢 创造很好的网络的环境的话 有可能提高这个比例 但是你国家 从国家的经济战略上 你没办法指望这些东西 因为它不是很 不是你努力一定能成的 嗯 然后呢 其实工农业的GDP呢 你说难做也难做 好做也好做 其实就是苦干的 你像咱们的这种 你每周大概比方全社会的人 你通常只工作25到40个小时之间 那你就别指望你的GDP能像什么 中国一样 一年3个7% 8% 往上走 那你要真想干 就咱每个人的GDP 咱们自己就可以算出来 嗯 我如果每个礼拜多工作5个小时 我的GDP是不是就往上涨了10% 如果这个全社会每个人都工作 当然这里有一个市场的环境 就是说需不需要你工作 对 但总体来说 如果我们提倡大家 每个礼拜多工作5个小时 那只要大家生产东西又能被卖掉的话 那我们的GDP就是上升了10% 但关键是 这又是不是新西兰的style 好多移民到新西兰的人 他就不想在原地地很辛苦的生活了 所以他才来 他就想来放假的 但实际上这就矛盾 但其实你要一个国家想像新西兰这么小的国家 你想把GDP涨上去 其实不是很难的 但关键是大家是不是那么勤奋而已 或者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吧 就是说以纽西兰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我赞同您所说的 其实真的要把这个GDP呢 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 显著的提升其实并不难 比方讲说你真的就是说 只要扩充更进一步的扩充跟中国的市场 对 这个单子一下下来 这个纽西兰的GDP可能就非常明显的 因为基数不高嘛 对不对 对 这方面你能够理解 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工需关系和市场来决定的 就像乳制品有一个拍卖一样 如果你生产过剩的话 你再苦干实干 闷头干的话也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生产的越多 它最后价格越卖不上去 它是跟全球整体有一定的影响的 对这是有一定关系的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这么想 因为新材是个小国家 所以它如果整个产量上升10% 并不一定会影响大市场 另外你看有好多都是服务业 假如服务业的餐馆的人多工作10个小时 把对大家的服务做的好一点 假如过来我们的农民也都去多工作10个小时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就算是你可以 我同意你就不是100%都能卖出去 但是如果多卖了50% 那你在你增产的这部分 你也会有一个显著的事情 那还是由外交啊 还有这个经贸协定的2.0的来决定的 因为它有配额的限制 也是在这上面有帽子的 但是现在新西兰的问题呢 是咱们的产品总的来说 还是都能卖出去 没有大量的积压 其实是咱们的开工不足 我们是享受生活型的国家 其实这位朋友你所说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基本上 我们的产量都不足 产量都不足 没有办法满足外围的市场需求 说奶粉也卖不出去 肉也卖不出去 而是说现在咱们经常是找不到员工 他每个礼拜工作40小时 他说我就够了我就回家了 那你就没办法了 好的了解 感谢这位朋友的电话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9点37分 是好是 大家对这个经济方面表示关注 或者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未来 或者是在对这个经济方面的衡量 可能都有所不一样 如果大家都一样的话呢 就不需要什么这个商业信心调查 或者是消费者信心调查了 因为大家都一样 如果大家都用相同的这个理论 为什么有些人呢就是对目前感到担忧 对未来感到比较的乐观 或者是倒过来呢 大家对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这个看法体会呢都有所不一样 我还记得呢 我们时不时呢都会有一位听众 认为呢就是说 现在工党的这个政府执政之下呢 民不聊生 我每次听到都很害怕 都认为是民不聊生了 哇我就想着说 哇民不聊生了 已经到了这么悲惨的 七七产产七七的这么一个地步 我并没有感觉到民不聊生这个地步了 我觉得就是说 随着这个工资的这个上涨 成本的上涨 实质上呢老百姓口袋呢 未必会有更多的钱 未必会有更多的钱 当然每个人花钱的习惯又不一样 是 你面对不同的工资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呢 你花钱的这个习惯可能不一样 比方讲说你平时呢 你抽香烟的 原本呢你抽最便宜的 突然之间呢每个星期多了四十八块钱呢 我可能抽的就是价格 稍微比较贵的烟也不一定 那么当然呢 变成了你这个口袋里面前的 一下子又用光光 好 那么这件事情 我们暂时搁置搁置一下子 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则新闻 我估计呢 其实也是蛮具有这个探讨性的 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 我们的这个昨天的代总理 代总理的Winston Peters 在她是由她来主持这个内阁会议 因为总理Jesine Allen不在 她主持 主持完了之后呢 在面对这个媒体 这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 就告诉大家 连同这个我们的警察部长 Steward Nash一起 告诉大家有关这个枪械法方面的这个改革 是的 那么在内阁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她做了一些宣布 其中就包括像 持有政府禁止携带枪支的那些拥有者 枪支拥有者 那现在说到了 必须是在9月底之前 向警方交出他们所持有的这种 限制性的这样的一些武器啊 零件啊还有弹夹啊还有弹药这些的 那么另外她也把整个具体的时间公布了一下 那么她说内阁在这个昨天就通过了这个武器的修改修正法 也就是尾禁的枪支还有这些部件的修正法 那么会在今天也就是周二来通过一读 在这个一读当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是跨党派的大家一致支持的 然后呢会送到这个特别委员会 这个特别委员会是属于这个金融和支出方面的吗 这个finance and expenditure 财政以及呢这个消费专案委员会 由他们来来来进行这一个公众的这个咨询 咨询期非常的短 对 这基本上呢就是说在这个4月8号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就能够呢完成了一份报告 然后呢递交给国会在4月的11号进行表决 而且在表决的这个程序方面呢 基本上会采用呢这个urgency 这个under urgency这个紧急方面 也就是说基本上一般来说呢是在24小时之内 就能够让这个法案呢能够呢通过在国会里面通过呢成为立法 这次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呢那基本上是因为已经是足 得到足够的这个不同党派的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支持 那么现在目前预计呢有可能会反对这个法案呢就只有行动党的Davidson Moore 但我在想是这样你看今天是4月2号那么一读就通过了 然后到这个专政委员会去到4月8号也就是2号到8号是公众咨询期 公众咨询期这么短那其实等于是已经预设立场就可能会通过 在较早之前包括了总理Jocinda Arden在内对外宣布就是说 这一次他们是不会拖不会再去浪费更多的时间对于这方面来进行 这方面的这个咨询等等会尽快的尽快的快速的 只要是在国会里面得到这个足够的这个支持的话 就会尽快的这个立法来通过呢来改革呢我们现有的这个枪械法 所以说你看到呢在上个上周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快的就在上上周啊 上上周的时候呢就已经呢还特别颁布了一个临时的一个行政令 有总督来签署要禁止呢这些所谓的MSSA的这种军用型的半自动步枪 好我们线上有朋友我们在他在等着我们把他给请进来 为早上你好欢迎您 呃因为赶时间是我想提醒一下如果新西兰还 是意味着靠着什么那个畜牧业农业那个东西的我估计就很令人担心 因为呃什么说呢听说啪啪哭啦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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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房子 我们连最好的中菜的地都没有了而且砍树的什么这个环保的东西还能砍多少呢 嗯所以这个我看当我们说经济的时候我希望就看远一点 嗯比如说以后以后的看以后的现在目前可能是怎么说呢 啊觉得不错啊还行啊是吧就提醒一下吧 ok好谢谢您啊谢谢您电话 呃其实发展畜牧业发展农业完全没有问题 呃我觉得而且要大力的发展 那如果是得天独厚的有那么好的一个环境 啊那么应该是加大这方面的这些投入啊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发达国家呢 可能呢对于这个农业啊反而是更加是倾向于这个发展这个高科技啊等等 那么可是人呢必须要喝牛奶必须要喝肉还是得吃的啊 嗯那么如果纽3真的是专注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这个前景不需要去担忧担忧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地利用我们的资源 而是海外虽然是有大量的需求我们却没有办法满足这方面这个市场的需求 所以说使到呢我们的经济有可能会停滞不前 这个这个才是觉得值得去担忧的 说说我常常觉得年轻人呃在大学如果你选择这个就读的话呢 如果是有兴趣有好奇心的话呢不妨呢去考虑一下 选择呢就读农业 就是学初期产业的东西 初期产业的东西 这个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很多这些科技技术的方面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作为第一产业来说它还是最基础的 而真正能够获利更多的还是在之后的深加工或者转变 你像基本所有的奶源都是Fontara的话它的这个挣的钱还不是最大的一套 你像很多公司还是荷兰和欧洲的 可是你倒也没办法 别忘了说纽西兰的木材我们都非常的理解 纽西兰的出口这个原木 进口的是什么呢 纽西兰的这个木材的做的家具 所以说这个过去也是也是如此 那么未来呢我估计也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些改变 不过至少至少还是有出口 OK好 那么刚才说到了Winston Peters 在昨天呢他是宣布了有关这个枪械法的这个改革 不要忘记在之前其实纽西兰优先党包括Winston他自己本身 其实并不支持这个枪械的改革 那么他对媒体呢现在当然是改了口风 他说呢这个315的恐怖袭击过后就把一切都改变了 也改变了他的一些看法 那么他现在当然也是非常的支持的 那么至于政府政府呢现在正在研讨呢 是不是这个回购的这个计划可能会投入差不多多达2亿元 2亿元够不够呢我们身边有一些朋友呢他们认为呢是远远不够的 是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没有进枪的时候呢是很多人呼吁要进枪 但是现在呢这个进枪的这个不是进枪对不起 控枪的措施出来之后呢又有一个请愿数递交给国会了 现在已经有13700多个签名他们是说什么呢 是督促政府要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一下这样的一个改革 呼吁延长公众咨询的时间 OK好那么纽西兰现在有多少支墙值呢 现在根据呢这个初步的估算呢是在120到150万支之间 而且呢对于那一些呢现在面对被禁止的 这个MSSA的这种军用型的半自动步枪呢 在纽西兰估计呢有差不多13500支左右 就是已知的 怎么去控制或者是政府现在的急急忙忙 所出台的这一个枪械法的改革到底是不是是粗暴简单呢 还是绝对有必要的呢 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46分 我们进一段商家好介绍回来之后呢 安德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的一些感觉 一些观点 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对这件事情呢可以进一步的去探索 我们稍微回来 好一会见 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51分 欢迎大家再度回来 我爱纽西兰之有话慢慢说 我们的短信平台挺热闹的 嗯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发了一些什么样的短信 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呢对经济呢 的发展呢都非常的关心 是我们来看看吧 好手机尾号是8102的朋友说 说习主席说的这些话很明白 希望新西兰给中国企业营造公平的经营环境 现在还有人认为前段时间出的各种问题是意外吗 老大亲自说了这样的一个严重话 那么新西兰人不能去中国买房 现在中国人也不能在新西兰买房了呀 他意思就是平等啊 经济不好和总理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通过资本利得税 然后有钱发福利就可以轻松连任 只要能连任其他的馆呢 现在City我发现好几个店关门 好几个月都是租不掉的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确实是 我也感觉到 我看到不单单是在这个市中心 比方讲说在New Market 有一些位置真的是挺不错的一些商店 是空置了好久 好久好久一段时间了 是1389的朋友说 近二十年来物价和房价 成倍或成几倍的增长 收入才增加了多少 国家应该很好的发展经济 和控制好物价 我们的生产成本原本就很高 下面还会更高 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会下降 政府和国会应当多花点精力 在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面 是 7060的朋友说 问那个安勒德鲁 按反洗钱法 购买Junkie房子的华人 能否证明资金来源的合法性呢 我不知道 这方面怎么回答呢 这个让有关部门去 该调查 该怎么调查 前纽西兰的总理Junkie 他的房子卖了 据说买家是一名中国买家 所以不是新西兰身份吗 还是 我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 我没有手头上 这方面的资料不敢乱说 好 1864的朋友说 有些华人要矫正一下概念 新西兰的优势产业是很优势的 不要以为奶牛吃草 就可以有经济效益的产生差远了 农牧业是工业化的农牧业 奶牛培养生产 培育技术都很多 就像美国的大豆 不是那么随便就能立刻被取代的 我们吃的很多东西 都是工业化的结果 所以农牧业背后的科学是看不见的 是 可是这一部分的科学 现在在很早的时候 在欧洲也具备 也具备 是说纽西兰的在这一个 尤其是在乳类产品方面 它其实是有相当大的竞争对手的 是 0418的朋友说 我是打工一族 国家党执政的时候经济好 可是房价一直在涨 物价也一直在涨 所以我和那个护士的观点是一致的 生活中并没有感受到经济的变好 另外7556的朋友说 我们大部分来自于 所谓拼死命搞GDP的亚洲国家 想问大家 为什么跨千里到这生活 是不是真正为自己生活 而不是为了某些政客而高喊 牺牺牲自己个人时间搞GDP 到头来也不是就是自己想呆的国家了 的确是这样 现在不是改变说法吗 叫不搞GDP 好像叫幸福指数之类的 8102说 经济 这个他已经说过了 另外6726的朋友说 我可以大胆的预测 Winston Peters在位一天 父母团聚移民政策 就不会有重开的一天 这个Winston Peters 我觉得这个也未必了 未必 那么现在呢 当然对于这个父母团聚移民方面 那么还是要等待这个 Yan Liz Galloway 移民部长 Yan Liz Galloway 他做一个 好像是说 最近就快要有了 最近就要宣布了 实际上的日期 会有一些变化 或者什么样 大家要关注 另外呢 0668的朋友说 他这有意思 他说 新西兰政府还是有钱 禁枪没收就好了 为什么要回购呢 那么禁毒禁烟 是不是也要回购呢 那就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概念 好 我们现在有朋友在等着 我们还是把这位朋友先接进来 Winston你好 欢迎您 你好你好 让你久等了 请说 刚才有一个新闻 我想确认一下 就是那个 说是印度发射的 什么军事卫星 或者什么卫星 对 但是说是进入了太阳同步轨道 它真的那么厉害吗 29颗 他这么说吧 印度成功一次性的将29颗的卫星 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根据新闻的报道 是这么一回事 因为我听那个斗熔环说是进入了太阳同步轨道 其中成功将军用观测卫星 它有一颗是军用观测卫星 军用观测卫星 送到了这个太阳同步轨道 太阳同步轨道 那就是相当于颗行星 它不是在地球同步轨道 确实是这样子吗 我们新闻里面看到就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现在都在加强太空这一块的太空站 那这个挺厉害的 它绕这个太阳一周大概也要一年这样子吧 还是半年这样子 好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OK 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喂 早上好 你好 欢迎您 早上好 早上好 欢迎 昨天有两个新闻 不知道可以简短的发表一下吗 可以啊 你说的是哪两则新闻呢 有两个我觉得他们也都相关 一个是关于这个电动滑板车 是是是 很多的费用增加 我觉得解决方法可能就是说 要找它单独收收比较高的ACC的费用 因为就像是一些建筑工种 高风险 高风险 那既然它这个行业有这样的风险 那无妨是把税加上来 它不得不就提高它的费用 是 那它提高的费用 大家用的就少了 嗯 明白你的意思 阳性循环了 第二个我觉得是说 你讲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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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我是说 关于这个 十天的特殊假期 是 那我觉得呢 它政府它颁布法律 也是有它一定道理 是说 因为确实这些人呢 他需要一些时间去调整 嗯 只是说这样一种转嫁的方法呢 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嗯 我觉得最终呢 还是要由政府来买单的 那这意味着说 企业呢 允许这些人去休假 是带薪的 嗯 那这些费用呢 最后呢 可以通过这个 合理的抵扣 作为一种费用 嗯 那么就在它交这个 Income tax的时候呢 嗯 就会作为一个费用呢 去抵消 嗯 这样就变成了呢 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雇主的 最终的 自己要承担的费用了 嗯 可是 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机制 对对对 我是说对 它法律是 它法律不一定都能解决 所有的 牵扯到的问题 嗯 就是说相应的法律 再出台 嗯 就会去完善它 嗯 它我觉得它的法律出台 目的是说要给他们一些时间 去做生理 心理上一些调整 是 它解决不了其他 先您涉及到这些经济问题 嗯 那直接转嫁给 有这样的员工的雇主 嗯 是不合理的 了解 好 谢谢 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观点 您的观点也非常的清楚了 我估计呢 很多的朋友们也会赞成您的这个观点 感谢您的电话 欢迎您在未来呢 跟我们多一点进行互动 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50 差不多接近59分了 我们现在还有朋友呢 就暂时不把您的电话给接进来 因为刚才说到这个枪制法的这个改革 势在必行了 而且呢 基本上也把这个日期给定了下来 就是在今年的9月份之前呢 所有的那一些呢 在新法即将要实施的这些被禁止的这种军用型的半自动步枪的这些持有者都必须上缴 都必须要将这些枪械给上缴 OK 好 我想这么说 在我要跟大家告辞之前呢 我们无所谓 对不对 没有影响 完全没有影响 所以说我基本上呢 我支持这个枪械法的这个改革 而且在过去既然啊 很多的人包括了一些这个专案委员会 都认为是有漏洞 漏洞就应该堵上 再加上这一次的315的这个事件 那么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契机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方面我觉得还是支持的 因为毕竟呢 执政党呢 他必须给老百姓一个交代 再怎么做 总比不做来得好 这方面我估计这个观点呢 很早就跟大家分享过了 可是 如果我们撇开了到底 你是不是玩枪 收藏枪的人士 而单单纯粹 以政府去设立一个新法 或者是修改一个法律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 似乎 对于那些奉公守法的 这些持有枪阵的人士来说 这种惩罚也未免是有不公平的地方 我怎么说呢 在教导之前 我们大家不要忘记 司法部长Andre Little 才告诉大家什么呢 那时候是针对这个基督城 这个大地震 CTV大楼这个倒塌事件 那么有关这个 这个一年零一天的这个法律 说到了就是说 明天的修改的法律 不应该对今天的这个错误来做出这个惩罚 如果基于这样的这个法律的这个原则 他是一个司法部长 他所说的这句话来说呢 那么你今天修改的这个枪械法 是不是不应该对那些过去合法 持有这类军用型的步枪的这些奉公守法的 持有的这些政的这些人士来做出一个惩罚呢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别管你爱玩枪不玩枪 这方面是不是有欠公平 意思就是法律修改之后 我们对半自动步枪 如果这一次的法律修改说到的是 从今天开始禁止所有的 这些半自动步枪的这些销售 可是对于那些过去已经是持有 而且是合法的情况之下持有的这些人士 政府可以要求每一支所有的枪械都进行注册 每一支都进行注册 那些过去已经持有的 你这是属于你的私人财产 你是在合法的情况之下所持有的 你可以选择保留 你也可以选择上缴 可是你有这个保留权 可是从今天开始 以后不再有这种军用型的半自动步枪的 这种进行的这个买卖活动 包括在网上出售也不允许了 那么是不是会更加的公平点呢 会更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一方面我们是禁止了未来 会有这方面的这武器的增长 同时对于那些没有注册的枪支 全部把它当做是黑式枪支 将来警方一查获就没收 那么会不会也促使了 这个国家更加的能够明白 到底纽西兰到底有多少把这种武器的 所以对于以前那些合法拥有枪支的人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杀伤力度 他们可以把它当做是一种收藏品 因为他以前他确实是这种投资 他是合法的 你现在突然之间一个新的法律来说 要将他没收 或者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价钱跟他回购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 到底是不是公平呢 这就是安德罗自己本身的 对这件事情的一些观点 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明天有话慢慢说 我们可以来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探讨 好了已经说的太多了 那么接着下来 都容半个小时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 我来说昨天的一条新闻 就是引起大家关注的 国际的一个头条吧算是 这个日本的年号 从这个平成改成令和了 其实这个新闻后面有很多的背景故事 比如它在日本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它创造了四个第一等等 相关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我在稍后和明天都会和大家来分享 那安德罗就不在这边再用大家的时间 跟大家告辞 祝大家有个非常愉快的一天 好的 明天见 拜拜 我们稍后再回来 各位好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我爱纽西兰 我是豆蓉 今天要和大家讲的 与其说是新闻 倒不如说是一条新闻之后的背景故事 那我们关注到的也是今天国际新闻的头条 在昨天4月1号 应该说是日本的当地时间上午的11点42分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布 那这个宣布呢就是日本要改年号了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 其实日本人他们称之为是元号的 在中国呢 我们把它习惯称之为是年号 那么这个元号呢 是要从平成变成令和 不是今天改 而是一个月之后的5月1号 应该说现在日本的这个天皇名人呢 他也是第一位在世退位的一位天皇 在他这30年的这个平成时代当中呢 开创了不少的新的历史的第一页 而且有很多非常好的成绩 我对于他应该说是蛮亲切的一个感觉 因为92年呢 他作为这个日本的天皇 曾经有过唯一的一次 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次天皇出访到中国 那当时他去到了这个西安 我们当时作为小朋友被召集起来 就是这个在旁边欢迎欢迎的去摇花 他去了这个碑林想要去查这个平成二字的来历 所以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当时记得呢 他并不是一个老人的样子 虽然距离非常的远 那么到今天看下来 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亲切的老者 在日本呢 名人天皇他有着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爱戴和声誉 因为他是一个亲切温柔 而且在任何的场合当中 都是第一时间来扑火的一个 象征性的非常好的天皇的形象 那么令和这二字有什么样的来历 又带来了些什么呢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 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的 好吧 我们先来看看昨天的这样的一个宣布的情况 那么时间是当地时间 昨天的中午11点42分 由日本的这个内阁官的这样的一个 他叫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叫做菅义伟 什么叫做内阁官房长官呢 你知道我这个没什么文化 刚开始理解啊 以为就是像我们的这种 Phil Treffer的这一类的房屋方面的一个管理人 其实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 这个官房长官的意思呢 就相当于是政府的秘书长 在内阁当中啊进行着一个全面的协调和沟通工作 而且算得上是政府的颜面和发言人 如果说像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 如果他有五天的时间 就比如说出访啊 不在自己的这个职务之上工作的话 那么我们说这个官房长官菅义伟 就要出来做这个代总理 有点像我们说Winston Peters这样的一个职位 挺重要的 算得上是日本内阁当中 首相之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格聊位置 最重要的一个人了 所以一般都是这个代总理的第一人选 或者说日本的政府发言人之类的 那么他在昨天就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重要宣布 宣布日本从5月1号开始就要改他们的元号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年号了 改年号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 因为即便到了今天日本还是非常重视这种传统的文化 如果要改的话 他们所有的那些记录的方式啊 电脑当中的系统啊 都得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令和 或者是与令和相关的东西 所以其实要做的后续工作是非常多的 一个小小的宣布呢 就有背后这个大量的这样的一些要实操的工作 而且它也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字呢 是汉字的令和 大家都认识 那么令和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今天国际新闻当中第一条说了 代表的是什么 春天的这样的一些春意盎然啊 初春令月 契书风和 其中的这两个字 那这两个字的来源是哪 是由谁选的呢 我们今天作为新闻的一个背景故事 也和大家一起来讲一下 来先看看这两个字啊 那是由刚才我说是菅义伟宣布的 他的身份呢非常重要 那么这是日本呢 在公布新年号 第248次 就从这个大化开始 已经是第248个年号了 那么4月30号 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 现任的天皇 名人天皇呢 会在生前退位 这个也是此前没有的啊 那么59岁的皇太子德仁 会从5月1号开始继位新的天皇 那么当天的临时开始 就启用这个新的元号了 叫做令和 这个我们说了 是自从1989年1月平成时代开始 到现在已经整整的30年的时间过去了 选年号是谁选的 既然是天皇的年号 是皇家的 那么是由这个天皇来决定的吗 以前是 很早以前是的 但是现在呢 已经不是由天皇 或者说是皇家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了 日本政府啊 专门有一个委员会 是由这个学者和这个各界的领袖 才界啊 还有这个政界啊 各个方面的人一起组成的 这个组织呢 他们有一个名字叫做 年号选定专家委员会 他们呢 会举行一个专门的会议 然后有五个候选的年号 从其中选出来一个 这个呢 是在4月1号当天来公布的 你看我们所说的年号 在日本的写法当中 左下角写的是新元号 他们是叫元号的啊 嗯 专家委员会在首相的官邸 会举行一个会议 然后有五个被选的年号 从中选一个 交给众议院 参议院 然后再听取国会领袖的意见 然后国会当中通过会议 正式决定 再递交给 内阁再递交给天皇 然后签字盖章 橡皮章的一盖 就正式生效了 其实在此之前呢 关于新年号的猜法特别的多 白热化阶段呢 说了很多 有最具人气的字呢 是汉字的安 因为安代表的是平安 常治久安等等嘛 所以什么安久啊 永安啊 安明啊 安史啊 安荣啊等等 都是这个榜上有名 大家在讨论的 但是在这其中呢 人们很多就是在猜测的时候 都会问到这个菅义伟 那他一直是就是不发一言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呢 是在昨天 官邸当中进行会议的一个阶段 这个敲定的时间呢 其实你看 详细到几点钟到几点钟 先是肯谈会 这个我们说这个选举委 不叫选举委员会 选号委员会的专家呢 9点30分先去开会 然后把这个号推出来之后呢 10点多再给参众议院 参众议院给了意见之后呢 全体通过之后呢 才能够临时内阁会来 签发改年号的行政命令 然后11点半 就由建议委来 进行这个年号的公布了 公布之后 正午呢 我们说日本的首相 安倍晋三还要发表谈话 其实今年的这个年号的更改 不叫今年 叫这一次这个年号的更改呢 是具有非常多的象征意义的 它有四个第一 是开创了日本的这个先河的 都是一些什么呢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和您说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我爱纽西兰 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讲到的是 昨天到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条 来自于日本的国际新闻的这个新闻背后的故事 我们只是知道这个平成用了三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年号 因为这个明人皇天皇决定退位而要改成下一届 从5月1号开始变成这个 现在的皇太子得人来做天皇的位子 然后这个年号也要变成令和了 那么这个之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或者说它又代表了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一下 我们继续来看 刚才和您讲了这样的一个天皇的这样的一个年号 它的设定的过程是不是说自己一个人就能够随便决定的 它是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更改年号的一个行政命令的 那么在昨天11点46分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令和两个字就推出来了 先是他们的这个菅义伟来做了这样的一个宣布 之后首相安倍晋三也是出来说话了 这个其实在以前也是历史上没有的 为什么这个首相会出来发表致辞呢 我们稍后也会说说 我们先来看他是说了些什么啊 那么在昨天的这个发言当中 大家看到安倍晋三 把我名字去掉 安倍晋三也是这个上来说话了 那么他其中就说到了最主要的一点 令和两个字呢 是希望敲定一个洋溢着希望的新时代的一个新年号 选出来的名字呢是希望富有新时代的年号 期待整个国民的这个广泛的接受 而且必须是深深的扎根在日本人的生活当中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新的年号令和它的出处吧 大家可能也知道它是出自于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了 来自于日本的一本古集叫做《万叶集》 《万叶集》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诗说 《初春令月》《气书风和》 《梅批敬前之粉》《蓝带配后之香》 就是出自于这一句 《万叶集》是什么集 《万叶集》是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 相当于咱们中国的这个《诗经》 它所收录的诗歌呢是来自于 四世纪到八世纪当中的这些长短和歌 四世纪到八世纪就是四百多年到八百多年 至今已经有这个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不是某一个人写的 所以它整个是在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编者一起来把它 多人编撰完成的吧 一共有二十卷 收录的诗歌呢有四千五百多首之多 那么令和呢寓意的就是 秩序 和序 和谐 那么日本选这样的一个年号呢 要遵循五大标准 代表国家和人民积极的理想 由日文的汉字构成 而且必须是好写好读的 这两个字就很简单 然后呢不曾 以前不曾用过做年号 或者是天皇的这个嗜号 这个嗜号也是不能用的 而且并不是常用的词和习惯 好符合这五个要求呢 才能够作为这个令和 这两个字选出来 这两个字对于日本有多重要 其实日本不要看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很多人对于天皇 已经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了 昨天在看一些整理的资料的时候 就发现啊 天皇在日本的国民心目当中 有两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极端的想法 那么一方面呢是保皇派 认为天皇的存在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一个领袖的这种精神的象征 它代表的是日本的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而另一部分人呢则认为这个天皇 其实就是一个橡皮图章 它不能参政不能议政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就是花着纳税人的钱的一个国家的寄生虫 是希望能够把它早早的推翻下去的 两种派其实都是有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作为日本人来说 他们很注重自己的传统文化 甚至某些方面 我觉得比中国传承的还要好 所以对于年号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看到广泛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在这么多年里 因为日本发展当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自然的灾害 这个地震啊 还有这个核辐射等等的问题 日本是需要一股团结的力量的 而这个团结的力量来自于哪呢 可能就是天皇能够带给大家的那种 全民一新的那种团结的力量 所以年号新年号的制定 也是具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意义的 令和有多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电视上就是昨天中午宣布了新的年号之后 所有的这个卖电视的地方啊 全部都是他的这样的一个新闻的这个现场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当年的万叶集当中的古节 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汉字 都是来自于唐代 从这个长安学习回去的这些文化的东西 这部分就全是这样的日文的东西了 你看定和一出来之后 所有的人都是在这个商场啊集市当中啊 不管在哪都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拍摄啊 很重要 最有趣的一点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外围的新闻 说这个公布了之后呢 日本当地的这个产经新闻的号卖 竞拍价格是大涨 这个产经新闻是什么呢 相当于是日本全国性的一个最大的报纸 那么当天的这个号外的版本呢 在竞拍的网站上价格是迅速上涨 你看这是日本传统的一部分 他们当天这个报纸推出来之后 有了这个新的名字改版之后 他就一定是会发报纸的 号外号外就会发这样的一个增外的这样的一个报纸 所以很多传统的东西 然后他们有一个像是eBay这样的一个拍卖的网站嘛 是日本的雅虎 然后这张报纸拍到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大概有40纽币的价格 你看所有的人就是能抢到这样的一份报纸 这还是这个皱皱巴巴的 都是让人觉得非常有意思的 很多网友说即便报纸有一些折痕也是具有意义的 好吧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再和大家细说了 那么令和这个年号呢 是具有很多开创性的意义的 那么之前的平成30年对于日本来说 又经历了些什么呢 我觉得都是可以广泛的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的 因为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 我们明天的时间当中再和你聊